好,各位考生同學大家好,我是陳志宇律師 今天跟各位開箱一本我在實務工作上給我很多幫助的教材 是這個寶神出版社最新的心智圖表系列 那其中我以這個梁律師的身份法這本來做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那這本心智圖表系列對我們對實務工作者來講其實是幫助非常的大 為什麼?因為大家請看裡面 它基本上都是用體系脈絡來介紹這個家世事件法 跟民法的身份法還有親屬法裡面相關規定 而且它是直接用數字圖把兩個 加前面這個甲乙丙丁物類是家世事件法的分類 後面民法第幾條是民法的分類 基本上是把整個結合在一起 所以等於你在讀這個教材的同時 就把家世事件法跟民法相關規定都就是融為一體 那在辦案上會非常的順暢 而且這個作者這個作者梁律師 基本上它本身也是很優秀的身份法律師 那基本上在辦案的時候非常的 在法條的適用準用上面非常的細緻 它還會在類似舉例來講這種黃標的地方 跟大家提醒說 哪些情況的法律準用應該是怎麼樣而不是怎麼樣 那這個基本上不管對考生來講 還是對我們實務工作者來講其實都有很大的幫助 在辦案上一些小細節多注意到從事加分的 那但是這本書並不是只對這個實務工作者有幫助 說真的它對於明年準備考試的同學 還有今年準備上戰場的同學都有非常大的幫助 首先我想對明年準備考試的同學來講 現在基本上既然你是準備明年的考試 表示其實你還有些時間打底 打底當然我們一般法律系那種很厚的那種很多老師的書 你還是得看 不可能說一本教材就是可以取代一些 這個基本上是太誇張的講法 但是這本教材基本上你看它非常的薄厚 非常的薄 你幾乎感覺不到它的存在 所以放在書包裡也不會有任何的阻礙 你可以天天帶著 那它就像剛剛講的 它是用體系的方式 那雖然說我們有時候看法律系的教材 都很多學說實務見解 這些當然還是要念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基本上一切還是要回到法條為出發 所以大家基本上可以先看這個 把體系記起來 這樣子我們再去看那些比較厚的書 不會見樹不見靈 而且在讀到哪個篇章節的時候 還會記得自己在讀哪裡 因為我們在寫深論題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體系 如果就算讀了很多東西 但是體系忘掉 變成我們在回答深論題的時候 沒有辦法很有邏輯的一套邏輯 這樣子去回答老師的問題 這樣子其實回答深論題的時候 也很難獲得老師的青睞 那基本上這一本是可以幫助明年準備的同學 就是打底 而且它並不只是單純法條然後體系而已 這個作者基本上也是在 在這個 在必要的地方 基本上也是有引用很多重要的像什麼 實務見解 實務見解讓各位做一個參考 而且它引用實務見解 還真的都是那些法條還蠻重要的關鍵 那這些基本上 也可以減少各位很多的負擔 那 此外 基本上這個書後面其實也是有一些讓各位做筆記的地方 因為 你自己看書一定會有自己的心得 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那有心得 有想法 有靈感 瞬間在後面寫下來 這本書就變成自己準備考試的利器 那對準備今年上戰場的同學來講 這本也是非常的重要 你已經飽讀詩書 準備上戰場 你需要一個就是幫你把整個體系重新read過的教材 然後來幫助你把那些東西都很順的記起來 因為你在答題的時候 基本上是要整個體系給弄上去 那這邊也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我以前教授曾經跟我講 你如果在考場的時候 還看到一些考生 他們還在看那種就是很完整的教科書的 那種人通常不會是你的勁敵 因為那些人表示他們基本上課本的東西還沒有看熟 那你如果看到那種已經在看自己的畫的那個圖啊 體系表 或者說在看自己的小法典 然後上面貼了一堆便利貼 那種人基本上就是你的對手 就是那些人就是高手 因為他已經把相關的規定 那些讀過的很多老師的書都已經寄到自己的腦海裡面 那基本上這本 這本書他除了也是有幫你整理好重點跟體系以外 那他還有給很多的這個空間可以讓你自己在裡面做筆記 簡單來講 這本書可以讓你把你自己看過保讀師書準備的東西都寫在這裡面 然後這本就會成為你準備考試的寶典 誠字推薦給大家